好 今天我们的影片就来分享 我们使用Samsung Galaxy S24 Ultra一周的心得 那上次的标题里面呢 我在讲年度激黄 这个标题里面打了一个问号 那现在使用一周之后 我觉得这个问号应该是可以拿掉了 嘿 大家好 朋友 爹 那这周呢我们家景测试使用S24 Ultra 那结合了平常很多日常使用的模式 因为真的就是大家询问度也是超高的 那现在我们在影片发出来的这个时间 应该还是有预购优惠 所以我们希望家景在这段时间快点完成 让大家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购买这支手机 那其实在更深度使用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支S24 Ultra 上面有蛮多Hardcore的隐藏功能 那如果今天这些功能啦 可能放在一般的手机是在升级上面 应该都在发表会上面会极度强调的地方 那像是可以拍摄4K 120 或是即使在不是用慢动作所拍摄的影片之中 也可以在后置的地方用AI把它放慢 那这些除了实用之外呢 以我个人的角度看来也都是满顶规的功能 所以总体来说 如果我要很快的简短给个建议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的S24 Ultra 在整体的表现上面处理器的稳定性 热能控制散热设计 拍照表现录影表现4K 120 然后AI慢动作啊 高画素的5倍变焦镜支援10倍无存变焦 续航力很棒平面萤幕 然后实际上超实用的这些AI功能整合起来 有预备要换季升级的人 我会蛮推荐这一台 那上支影片呢 我们比较了S24 Ultra跟S23 Ultra 那我们这支会比对iPhone Super Max 那从他们散热的表现 拍照跟录影跟使用体验都会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这样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 那喜欢的话也记得帮我们订阅跟按赞一下影片 那我们在进入正片之前呢 先来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 有他们的赞助 我们才可以持续产出大家爱看的影片 好了那看到这边是不是 你已经决定要购买S24 Ultra了呢 那你的手机壳一定也要先准备一下 去年呢我们介绍过 TORUS的OSTAN手机壳系列 那有超多观众是非常喜爱的 那他们现在也正式推出给S24系列的版本 装上去后 把上了你的手机升级超多实用的功能 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呢 追求最顶级旗舰的S24 Ultra 这次TORUS推出的全新设计的款式 OSTAN SPINC手机壳 一样拥有可以收合的磁圈支架 那你可以直接支援器2.0 即将推出的磁圈无线充电 这一次OSTAN SPINC的转轴设计是非常的特别 它在4个方位都有预设卡点 让你转向来使用它超级直觉 因为它转轴会自己固定在最正确的位置 所以不论你是要垂直放在桌上观看手机的状况 或者是横摆来追剧使用 都可以多方位的支援 而且因为它的转轴设计是非常的扎实 让它可以多角度悬停 即使是配上旗舰级的大手机呢 也还是可以瞧到你需要的角度 另外呢它手机壳的材质是非常的好 手感滑顺同时也带有足够的握持感 进出口袋时呢也不会卡卡的 再看到背面也是我喜欢的雾面处理 手触感是非常的轻柔 镜头框和背板的特殊贴屏设计 在给予镜头足够的保护状况之下呢 摆在桌上也不会有敲敲板效应 那底部针对S Pen的开孔 它们也是有做足够的斜角 让你在收取S Pen的时候都超级的轻松方便 既然讲到了S Pen 很多人会问了 这背后的磁圈是否会影响 无线充电和使用S Pen的状况 那其实针对这一点呢 Toros它们有使用特殊的防干扰磁碟片 我们实际测试也完全不影响S Pen的使用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装上Toros的Ostan 那关于这一类有支架机关的手机壳呢 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它长时间的耐用度 那Toros Ostan使用的转轴品质 我们也是有经过长时间的测试 长期下来呢它的转轴还是非常的扎实耐用 那目前的Ostan Spin支援S20 Ultra的版本 如果你要购买的是S24或是S20 Plus的话 你也一样可以参考Toros Ostan一般的版本 一样支援磁铁细腹配件 支架一样可以垂直和横摆使用 功能一样非常的齐全 那我们频道呢也会提供专属的折扣码 我们会把相关资讯放在留言区 还有资讯栏 大家再快点去抢购啰 OK好那回来我们马上直接进入机身散热 这个测试环节 那我们一样拍摄4K60帧的影片15分钟 那我们用热相以侦测机身温度的变化 好那在这边侦测上 我也一起侦测的旁边镜头的部分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想知道说 这次三星说他们散热模板有增打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真的 它有均匀的散到旁边 那同时对比说iPhone上面他们散热设计 如果说没有针对散热模板去加强的话 是不是真的热度都集中在同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15分钟之后 iPhone最高的温度来到了将近44度 然后S24 Ultra是大约在39.4 39.5度左右 好那下个部分我们就来比对相机 那左边的话我会放上iPhone 15 Pro Max的照片 右边放上S24 Ultra 那大家可以看看在他们之间 你比较偏好哪一次的发射了 那我觉得从早年来说呢 iPhone和三星间的色调差异超大的 那到现在近年来 其实有越来越接近的状况 但是整体来讲还是说不太一样 那有的时候呢 同样的手机可能在前后拍摄差个几分钟 其实有差距 那这就是大家现在都在玩演算法 介入成像的原因 它可能针对场景的判断 有点不一样 或是白平衡判断有一些差异 那整个照片成像都会有差距 有点不一样 我们下集完 这就个照片成像都会有差距 就是我们上来看看 这就是我们下集完 这就有钱 这是我们下集完 在两个照片成像是一种 一样的状况 就是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那边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在5倍变焦的部分呢 因为iPhone本身是5倍变焦搭配的改工元件是1200万画素 那在三星的SXS Ultra上面呢 它当然在像素融合的部分 也会把它生成成1200万画素 但是如果你要选择的话 可以把它调成为5000万画素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拍摄遠距离焦距的时候 成像上的差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啦 这样我们也来看一些影片的部分 那这部分呢先前也一直都是iPhone的强项 那现在差距我觉得也稍微缩小 那这一次呢在S20 Ultra上面 还多了4K120的拍摄规格 那这个是我本身自己觉得很实用的 像我们常常在户外拍摄一些人像影片 或是说产品的Broad的时候 我们用4K120的这个规格来拍摄的时候 要后置很方便 这一次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后置放慢 然后放慢的倍率也有非常多 不同的倍率可以让你去调整 那这在我们拍摄片花的时候也很常用这个功能 那再来呢 S20 Ultra这一次的8K录影 除了主镜头之外还多了5倍长焦 可以使用8K录影的选择 那我觉得最实用就是 每个小孩子在学校有表演啊 或是演唱会的时候 你可以用5倍的倍率来拍摄8K的影片 那事后再去裁切成4K 或是裁切成HD的影片 那这样你缩放倍率又可以再另外增加 那其实在影片的这些特殊功能上面呢 iPhone这边当然有电影级模式嘛 那对比S24他们现在也是有人像摄影的模式 那这个其实前几代也就有 但差异还是在于说 iPhone可以后置切换焦点 这点是非常的强 S24提供的特殊功能是你即使拍摄人像影片 也还是可以用AI后置成慢动作 任何影片即使你今天不是用4K 120拍摄 用60帧拍摄或用30帧拍摄 它都还是可以用AI后置成慢动作 个人的尝试啊 如果你在拍摄物品快速移动的时候 它AI去补帧的画面看起来会稍微有点不正 但是在拍人像的部分它在补帧啊 甚至这个头发发丝掉落的这些画面 都补得非常的自然 那这个也让我觉得这个AI 慢动作的功能是真的非常的实用 那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那关于哪边的照片应该比较喜欢啊 但我觉得现在其实演算法 这个判断的状况都很不同啦 可能针对不同的使用情境各有强项 你要更高画素的长焦镜头呢 还是你想要用8K影片的格式拍摄演唱会 或是你想要使用电影级模式来拍摄影片 或是你喜欢放慢任何的影片放成慢动作来使用 都可以挑到你最合适的使用方式 那下一个部分呢 我觉得非常大的重点就是AI功能 那其实在上周我们发表会的影片啊 跟开箱的影片 我们都有提到这些每一项功能 怎么去使用它 然后是一直用它的体验 那现在一周之后 我会想说这些功能到底是不是噱头 那有哪一些是我还在使用 或觉得真的非常实用的地方 那这边当然很主观啦 可能你使用这些AI工具之后 你爱用的东西跟我不太一样 但我发现我第一常用的就是当然跟我工作相关的东西 就是我们平常会看非常多的科技新闻嘛 那每一天就是这些科技新闻 量数最多跟数最快的都是外媒 那一天可能有上百折的科技新闻需要去看跟消化 那你一时间真的要消化那么多新闻 其实是不容易啦 那现在我们直接在浏览器网页上面 就可以让它截取重点 那我就可以复制贴上到云端 然后跟我们团队跟我们小编 那我们团队就可以讨论说 我们是不知道针对哪个新闻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帮助我们不管在这个素材生成啊 或者新闻消化上面的速度 真的都增快非常多 那下一个呢就是个人使用上面 比如说我常常滑IG嘛 那可能我看到一个产品啊 或是一个东西 以前我可能要搜寻这样东西的时候 我可能就按一个截图 然后截图再做裁切 裁到这个产品或是物品本身上面 然后再到Google Lite上面啊 或是在购物网站上面以图去搜寻这个商品 现在完全不用再多那个三五个步骤 我在IG上面看到任何我想知道更多资讯的东西 我直接按着把它圈起来 那它就马上进行Google搜寻 而且它反应是非常的快 可以马上找到我要的东西 准确度也很高 所以这就我常在说 为什么如果当一个AI的工具 它跟使用者的界面有一个很完美的整合之后 真的就会超级的使用 就是马上直接帮我们省下非常多工作的时间 那从这个角度一看起来 我觉得今年啊 在任何消费型电子的产品上面 不然说手机、笔电、平板、耳机和汽车 我们都会看到更多AI的功能结合在上面 而现在谣传啊 苹果也在训练自家的这个AI模型 那其实不是谣传 已经正式有苹果也四处给开发者去训练 但目前我们当然也不敢说 会不会在今年底 可能苹果相关的产品 在新的iPhone上面 就会看到这个AI模型的结合 因为目前看起来苹果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在他们的Vision Pro上面 那其实苹果他们在访谈里面 也常常在强调说 他们这个机器学习的部分 从iPhone X的时候 就已经结合到他们手机的晶片里面 但是说真的在终端使用者这一端感受到的部分 并不太大 那相信他们现在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 那目前也只有这样的消息 就只能希望他们快点加快脚步 那三星我们这边看到 除了他们自家的模型之外 他们当然也有跟Google深度的合作 这一次所有展现的AI功能里面 你甚至不会知道哪个部分 可能是使用Google 或是使用三星自家的AI 因为它整个包含在一起 使用上就是非常直觉 你根本也不会去在意那些部分 那讲到Google在AI领域上面的根源 其实开始得非常早 那现在OpenAI从去年开始火红起来 Google也及时做出反应 那也很快让我们看到他们在AI上面的实力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S20 Ultra上面 也看到三星结合自家AI的应用 那这样在机器端本地的运算 还有云端的运算结合在一起 这样看起来真的是 蛮让人期待未来几年的发展 Google这一方是否还会坚持 就是在本地装置上面去做运算 那这个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 因为我们目前所运用的AI模型来讲 真的也是依赖非常大量的数据还有运算 那这个时间慢慢的一拉长 到时候这个能力上的差距可能就一天差地别 好那我们回到S20 Ultra上面 使用一周之后呢 我觉得真的使用上算是蛮意外的 可能是近年来第一次 我自己使用上放了非常多的注意力 在不是相机的地方 那当然它的相机表现还是没有话说非常的好 但是实际的应用上面 我必须说这次真的有被这个AI抢了点风头 也是因为在实际使用上呢 这部分有让我觉得在生产力上面 得到很大的帮助 那常常也有观众在讲 他们买新手机其实并不在意相机升级的多少 因为都已经非常的好了 反而希望看到一些应用上面的革新 那这次我真的有感觉到 那我觉得好用的AI功能 本来就是应该让我们在使用上 没有任何学习的门槛 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和省下的精力 这样才是好的AI助理应用 那这一周后的真实体验呢 我觉得大家不论是抱着可能要尝鲜的心态啊 或是您刚好想要换新手机 我会觉得这次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 稳定处理器很好的续航力 旗舰相机的组合 实用的AI工具 全部都整合在一只手机里面 那当然排除上述的升级之外啦 我推不推荐手机的因素之中呢 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再好的规格和配备 我们日常使用体验上面最需要的 还是要以稳定为优先 那很高兴这次S20系列 有延续上一代S23系列的稳定性 那同时也增加很多新的功能 那可以说是三星高通台积电 三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最大的受惠者当然就是我们消费者啦 OK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一周性的就先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啊讨论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也记得帮我们按个赞跟订阅频道 那我是苹果蜜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olv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